哈喽大家好 最近呢我也是刚刚提了一辆自己的房车 七郎房车的草原狼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一台车啊 因为我本人没什么爱好 就喜欢平常户外旅行去钓个鱼 刚好这一台车满足了我的需求 后边有个小小的钓鱼台 我看到它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了 其实我对于房车的需求其实还是要求挺高的 第一点就是 首先需要带着我能够去房车旅行 让我在车的里面住的很舒服 第二点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我没什么爱好 就喜欢钓个鱼 后面这个阳台我非常的满意 咱们看看车的里边吧 上方这里啊 这台车有一个天窗 让车里边确实看起来很亮堂 旁边是一个厨房 这台车呢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室外 一个是室内 室外是柴油炉 所以说我日常我就在外边 我钓完鱼之后 我直接拿着煎锅 我就可以可以把它做一番 佳肴去吃一吃 旁边这个厨房呢 就是我日常做减餐的地方 有洗菜吃啊 里边有个折叠的水龙头 冷热水都能出 然后那旁边有个电磁炉 一般我也不会在车里边做饭 我就最多也就在车的里边 我去洗个菜啊 包括我去正常的去烧个水喝 旁边有窗户啊 然后那下方 有一个尾 有一个咱们的微波炉 旁边有一个冰箱双开门的 这个冰箱还算挺大的 上面是冷冻 下面是冷藏 基本上该 我该放的一些东西 都能够放得下 然后呢 更为关键的啊 就是这一台车里边 它有一个 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卫生间 这卫生间啊 它是一个卷帘门的 我个人本来就是觉得 房车 房车里边的卫生间 不太必要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 其实有个卫生间还挺好的 最起码在车的里边 能去洗个澡 能洗个澡是关键的 一般我也不会在车里边上厕所 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卫生间打开之后 基本上啊 它这个卫生间该有的配置都有 里边呢 比如说咱们想去正常的洗个澡呀 或者上个厕所都行 下方啊 有个马桶 里边有个水盆 然后呢 有镜子啊 包括带灯的换气扇 后边这个钓鱼台呢 它收起来之后啊 还能够形成一个对卡座 中间有一张隐藏设的餐桌啊 刚好我做完饭了 能够在这里吃个饭 旁边这里就是床 但是这并不是床的最终状态 我觉得这张床确实设计的很好 它是能够向外去拓展的 拓展以后 直接睡两个人没问题啊 我自己一个人睡的话也可以 比较舒服一点 2.0T的动力啊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 去到国内的大部分地方了 最近呢 我也是准备房车旅行 如果说大家有想一起的 可以私信我